海东青是鹰的一种,身长不足二尺,体重紧急天鹅的五分之一,由玉爪、波黄、秋黄、三年龙等品种,其中,以纯白玉爪为上品,海东青又衬海青、鹰湖、土湖鹰。 后来满人称之松坤罗,意味东方之鹰。一种非常美丽的中型猛禽,也是体型较大的损类,所以又有巨损支撑,体长为56一61厘米,体重1310到2100克,预色变化较大,有暗色型,白色型和灰色型,暗色型的头部为白色,头顶具有粗筑的暗色纵纹,上体灰褐色到暗石板褐色, 具有白色横斑和斑点,为与白色,具褐色或是板色横斑,飞与石板褐色,具断裂的白色横斑,下体白色,具暗色横斑,但比阿尔泰森的斑纹较较为稀疏。 白色型的体羽主要为白色,背部和翅膀上具褐色斑点,栖息于岩石海岸,开阔的岩石山地,沿海岛屿,临近海岸的河谷和森林海原地带,堪称是北国世界的空中霸王,但很怕热,常在低空进行迅速的直线飞行, 发现猎物后则将两翅一收,突然急速促冲而下,就想投射出去的一只飞镖,静止地冲向猎物。 主要以野鸭、欧、雷鸟、松鸡等各种鸟类威食,也吃少量中小型哺乳动物、捕捉、岩哥等猎物时,熊鸟和此鸟可以进行巧妙地配合, 由此鸟突然飞进岩哥七夕的洞穴中,将它们驱赶出来,熊鸟则在洞外等候,进行捕杀。 古代北方民族以渔猎为生,由于海东清凶猛战烈,而成为人的好帮手,这是从契丹、女真、蒙古刀满族人,一直宠爱不衰的根本原因。 从这样的角度看,他的衰落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大大下降相一致, 然而,关于海东清的种种传说,极有海东清所体现的英勇无畏精神,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而且,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好传说,还将继续流传下去。